你知道歐洲如果是到 天氣很熱的時候 那個溫度是將來都破40度 那有一天我們知道帽子也沒戴 想說去的地方應該是還OK 那天感覺是陰天嘛 就沒戴帽子 也沒戴陽傘 就哪不出去中午突然大太陽 一曬到四十幾度 怡塵是一個 他已經是快融化了 他說老公不行 他只要一出去就彈回來 那個沒打開進去 馬上就鎖回來 那沒有辦法沿路還是要走 因為我們跟朋友去葡萄牙吧 葡萄牙 西班牙那一趟 算是深度之旅 那我們走會很多古蹟 有很多地方我們需要排隊 那你知道排隊都曬到太陽嗎 對 那他就怕我曬到太陽 我也不知道他會這樣做 他就突然間站到我後面去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沒有 就在踮腳站高高 然後手這樣子打 那用我背部踩太陽 所以我那一天整個曬傷 真的 因為太陽真的很大 你們這樣國外妹們 就填到外國人 都他唷 結果我的 Oh my God 因為我們有一起同行的朋友 他們就開始一直笑他 所以才會有人肉羊傘 小姐 她說 可是對女生來講 這種事情是不是覺得 好甜喔 很甜喔 對 就覺得很幸福 沒有啦 因為他真的很怕 他很怕熱 怕冷 你知道 怕太早 也怕太晚 所以夫妻都是互相 互相 他就幫他做那個人肉羊傘 晚上回去你就知道了 對啊 他幫我做人肉翹翹板 結婚宣言兩件事情 結婚的時候 我說第一個 我再也不劈腿 因為我常常劈腿 她說怕我健康 除非 老婆說 除非價錢談好 這是第一 第二個就是環遊世界 我說真的有空 我一定帶你環遊世界 所以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帶他第一次去英國 英國 而且 都頭等艙 沒有啦 沒有頭等艙 第一次是豪金艙 第一次 第一次豪金艙 那時候只是 剛認識 然後有 成本不可以放那麼多 喔 是喔 等一下喔 結婚 到時候回收不了怎麼辦 對啊 到時候爽到別人的老婆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交往的時間 我不太敢讓媽媽知道 因為我想讓媽媽 慢慢地去接受說 其實演藝圈的人也有好的 因為我媽媽 她就是老人家觀念 她就 可是你們都在高速公路上 她怎麼了解 沒有啦 就是 所以我都用 她跑不上去 所以我就用潛移默化的方式 她潛移默化 譬如說我在家裡看電視 我就故意轉到 有她出現的台 我就轉到那邊 我說這個鮑達哥人很好 她說為什麼 我說她最近常常會找我去做活動 對 我有活動會找 讓我賺錢 然後她說真的喔 那她對你很好的話 你就要乖一點這樣 她就跟我講乖一點 還是要乖一點 好 我就說好 然後就是這樣慢慢地 就是反正有她 我就故意講一些 就是她的好話就對了 然後潛移默化 讓她知道說 這個人很好這樣 對 就帶我去做活動的時候 就把我在家高速公路上 沒有啦 順路啦 順路沒有啦 對啊 我虹口休息站的 我好熟喔 沒有啦 我是什麼啊 對不對 對啊 沒有這樣子啦 這樣畫面太多了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像譬如說 一傳人家 月母那時候正好冷氣 還有電視 壞掉 我就送 那我就講說 是有廠商有認識的 正好我有那個什麼券 沒有啦 就是剛好家裡有冷氣壞 就你們家剛好缺什麼 對 她這邊就說 我剛好有朋友 廠商的 送錢 結果是他們 其實是我送錢的 對啊 我媽說 怎麼那麼好 怎麼那麼好 怎麼那麼多廠商 可以認識一下 對啊 幾乎啊 家裡家電都是這樣子 對啊 最後 最後就是 妳媽沒說 沒缺一間房子 這樣 沒有啦 最後就是差不多 我們認識到 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第四年的時候 有一天 我媽媽 我媽很好笑 我就 我就在照樣 也是這樣子 同樣的話題 在跟她講的時候 她就跟我 她突然冷冷的跟我講一句 妳不要再假了 帶回來吧 不要再假了 她已經知道 她其實心裡已經有點 是啦 有點清楚說 可能我們有在交 那我是不敢跟她講 她可能心裡知道 這一顆心 心思比較細密 其實求生欲要高 簡單就一招而已 幹嘛呢 主動認錯 不管是不是你的錯 也要主動認錯 所以以前這個馬英九 在證婚最喜歡講的 對不對 太太絕對不會錯 如果有錯 一定是老公的錯 為什麼 你主動認錯 大事就會話小